团队政府在吉打举行的开拽节门户开放活动 吸引超过一万人前来 各族民众参与盛宴 除了要凑热闹感受节庆气氛 更重要的是目睹首相的风采 而早前指控遭中央政府边缘化的吉打州大臣 拿杜斯里沙努西也出席了活动 和首相以及内阁成员开心交流 气氛相当的融洽 盛庄打扮进入会场 有的还成群巴巴士前来 团队政府的六周开放门户活动热闹非凡 第一场吉打战就吸引了超过一万人参与 现场人头攒动 美食饮料甜品应有尽有 不过让民众最兴奋的 就是这位大人物到来 首相杜斯里安华热情上前与民众握手问好 有的则主动要求与安华合照 民众宛如看见巨星光临 兴奋不已 这场活动是从早上十点开始 民众和首相抵达不久之后 吉打州务大臣纳都斯里穆罕默沙努西 也在早上大约十点三十七分现身会场 和首相及多名内阁成员 恭候吉打州苏丹 端姑沙烈胡丁殿下光临 这也是沙努西扬言自己被禁止出席 联邦政府官方活动以来 首度与中央政府成员同框 期间还谈笑风声 吉打苏丹上午十一点底部后 就在首相和多名高官的陪同下 进入室内会场 沙努西也和安华一同入座主桌 分别坐在了苏丹的左右两边 尽管沙努西没有接受访问 但她在离席前向媒体说 今天是和平的一天 此后也在脸书专业上传多张 与苏丹和安华愉快交谈的照片 气氛和慕融洽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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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